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问他人呢 他说他上海去了 调上海公司去了 然后等我再来的时候 我说他人呢 说没在公司 最后他承诺这些东西就都不能达到了 不是教练 对 那他跟他说是教练 当时你办卡的时候应该教练部都不在这边 朱经理表示去年龚女士办卡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开业 等到6月16号 教练组才从上海过来 那位自称是教练的销售叫小虎 龚女士再次联系对方 但被拒接了 不过从先前的聊天记录来看 小虎嘴很甜 还建议龚女士和教练搞好关系 这样就不收费了 朱经理说开业时门口挂了横幅 提示过任何口头承诺无效 不过龚女士没有注意到 目前健身房同意免费安排半个月的私教课 大概七八次 龚女士还提出原本赠送的儿童课程也有问题 并不是一对一的 而是公开课 他们的老总告诉我是这样说的 你可以当他来上兴趣班 是吧 你去练健身 他去练舞 对不对 如果说是公开课 我本身就可以带我小孩来 为什么还要他送呢 小孩跟他当初上公开课 这不合适吧 既然你讲了这件事情 他肯定是有的 我就跟领导去沟通一下 看看能不能给你这个兴趣班换成游泳 所以让我们有教练去带小朋友去练一段时间 龚女士接受了把儿童课更换成 游泳课的方案 但他想要更多的私教课 没达成一致 龚女士说 他只在去年7月15号来过一次健身房 现在要求退卡 从合同看 首先要扣入会费399块钱 然后再按每月299块钱扣除 此外 总扣除费用还要不少于总金额的32%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呀 首先第一 首先第一 我本身4月份在找你这个事情的 最迟你肯定截止到4月份是不是 那4月份你没给我搞定 这是你的事情对吧 然后 然后再一个 我本身只来消费了一次 这是你一次的费用也太高了 是不是 所以说情况比较特殊吧 因为我这边的527个洋总的话 沟通了 因为我先上班了 我上班我明明去沟通这个事情 龚女士打算先等健身房方面的回复 优宝黄剑继续报道